你是我的心肝寶貝 盼你可愛 盼你健康 盼你趕緊長大 這是鳳飛飛的一首 心肝寶貝的歌曲 這首歌是所有全台灣人 都能夠狼狼上口的 但是台灣的孩子 是父母親中的真的寶貝嗎 在昨天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是在昨天晚上 一個八歲的小孩 他死在台灣的狹小 黑暗的石瓶套房裡面 他受到了只剩下8公斤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一個八歲小孩 他居然只有8公斤 為什麼在我們的台灣社會 會發生這麼慘的事情呢 立岡說真的非常令人遺憾 這個事情發生在上個月的20號 當時呢 一個母親 他抱著他這個 八歲大的女兒 陳小妹妹 然後驚慌失措的呢 送到了台北市的馬街醫院 那從畫面的監視器中 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母親她不斷地在徘徊 而且左腹右盼 監視器的畫面 你注意到 從她的行為舉止看得出來 她抱著小女孩就在這個位置 她很慌張 那可是呢 監視器畫面顯示的是 她懷中抱著這個陳小妹妹 一動也不動 那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後來呢送到了醫院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 醫生還有護士小姐 她們非常訝異 因為陳小妹妹送到醫院 發現她的臉部 她的眼窩有瘀青 一個小孩子臉部怎麼會有瘀青 此外呢 有瘀青 只會撞到 要不然就是被碰到 要不然怎麼會有瘀青的狀況呢 都有可能 這都有賴於警方的調查 然後就發現她的臉 非常的瘦 瘦到那個好像 十幾天沒有吃東西一樣 整個臉頰都凹進去了 那因為要急救嘛 所以又把小女孩的衣服給 這是以前的照片 對 注意到 那時候的臉還看起來白白胖胖 看起來是正常嘛 但是現在已經整個完全凹性 就根據醫生跟護士她們的目擊 發現她的臉頰都凹進去了 那後來把衣服脫開之後發現 那個胸部的肋骨清晰可見 還有像我們人 比較有肉的地方 像肚子啊 臀部 大腿 那陳小妹妹都沒有肉 都只剩皮 就是我們講的皮包骨 很像難民一樣 那個有的護士看了 甚至覺得說 這根本是 慘不忍睹 慘絕人寰來形容 那更令人她們覺得吃驚的是 這小女孩竟然還 臀部有褲 我們知道褲通常是 長期臥床才有可能入床 長期臥病在床的人 為什麼一個年輕健康的小女孩 8歲的小女孩會有入床呢 所以當時醫生 護士心裡都覺得很納悶 到底這小女孩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想一下 2014年的台灣 尤其又發生在台北市 這首善之都 所以他們當然 立刻通報了警察 還有立刻對於這個小女孩 是與急救 不過很遺憾的 急救沒有成功 還是離開人間 那我們就來回到 陳信小妹妹 她的身材到底有多麼的瘦弱 會讓護士如此吃驚 她的身高只有90公分 但是同平均年齡的8歲小孩 大概都有114的身高 所以她比較矮 體重更慘 體重的話 如果是8歲的人 大概通常也有 差不多20幾公斤 到30公斤之間 可是她卻只有8公斤 8公斤 她連同年齡正常體重的 三分之一都不到 她的體重 連一個1歲的小孩都不到 是啊 好了 所以我剛講 難怪護士看到此情此景 都難過的 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陳小妹妹身上 警察後來去追查 才發現這一切背後悲慘的故事 都要從林森北路 那時平大的恐怖公寓開始說起 而這恐怖公寓對陳小妹妹來說 就彷彿如同地獄的大門 真的是讓人感到非常的心酸 到底這十坪恐怖公寓裡頭 發生什麼事 我們先來講鄰居的指稱 有鄰居說常常在半夜的時候 會聽到牆壁那頭傳來了 碰撞的聲音 碰碰的聲音 你說在夜半時刻 對 撞牆的聲音 怎麼會有這樣子呢 此外還會聽到有小女孩 大哭 甚至痛哭的聲音 那也有人會聽到說 有女人講話 女人講什麼呢 會講說叫你刷牙 都交不好 這樣子都交不會 這樣子一個訓斥的聲音 好 大家不禁要問 到底我剛剛所說 這十坪的套房裡頭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檢警深入調查 除了追到這個公寓之外 小女孩的死因 也在法醫的解剖之下 有了全部的結果 是心肺衰竭 但是大家要問一件事情 剛剛我一開始說 母親把她送到急診室 她是臉部有癒心 她母親就對醫生講 說我的女兒是前一天頭部去撞到 在廁所撞到頭 就隔天就發生這樣的狀況了 那問題是你如果撞到頭 那應該是頭受傷啊 應該是比方說我們講腦出血之類的啊 怎麼最後會是心肺衰竭呢 還有你又要如何去交代陳小妹妹 為什麼骨壽如財 眼部為什麼有癒親 還有就是鄰居剛剛所說 做出的那些指證 為什麼會有這麼恐怖的撞牆聲 哭叫聲 痛哭聲 這又要去如何解釋 我相信這些一切都必須要有檢警 趕快去把真相調查出來 不能讓陳小妹妹不明不白的死去 陳小妹妹這樣死去了 但是我們注意陳小妹妹她有沒有一個救援機制 可以救到她呢 其實有喔 有五道關卡可以救 但是這五道關卡已經都全面棄手了 棄手之下大家一放手 小妹妹的命也就沒了 是 立剛這件事案子發生之後 醫生 警察都在問 今天這是台灣耶 台灣怎麼會出現這種事情呢 我們不是那種什麼非洲什麼落後國家 是啊 怎麼會在台北市 會發生這樣一個狀況呢 到底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 台灣不是風衣足食的嗎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一個人間地獄了呢 立剛我必須說 其實這中間當然我不是說 今天要去指責誰是殺人兇手 或什麼東西 而是是不是我們生活在台灣 生活在台北市 生活在天龍鬼的人 我們是不是真的都太冷漠了 我們都只關心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冷漠 我們就變成了是殺人的兇手 還記不記得塑化劑那時候 其實當初那個檢驗員 他不需要去檢驗塑化劑 沒有規定他要去檢驗這個東西 但就因為他的多此一舉 反而保住了我們全民的健康 讓大家知道我們吃的東西 那同樣在陳小妹這個事情的時候 如果有人真的就是多順手做一件事情 也許今天這個小妹妹 能夠依然活在這個世界上 當然我不能說是要去指責誰 可是我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上 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他的媽媽 你不覺得他的媽媽很奇怪嗎 因為媽媽是正在照顧這個陳小妹妹的 是他三年前跟他老公離婚 離婚之後他自己一個人就帶小孩子 就住在這個食品大的套房裡頭 然後他也不准他的前夫來探視他 也不讓他的小女兒見他爸爸 然後每天自己就 整整三年 他跟他的小女兒 幾乎就帶在那個套房裡頭 都不出去 然後只接受他自己父母的資助 那這樣子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韓斌你有沒有注意到 上面有個勾勾在門靶上面 門上那個勾勾是做什麼 因為這個母親不讓父親 見到這小女孩 他說你要來探視可以 你不准進去 你只准把食物掛在這個鐵勾勾上面 對 他根本不讓他看他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那問題是你看到他這小妹妹這麼瘦 我們當時很多人都會猜 是不是他被活活餓死 結果後來解剖的結果不是 他那個大腸裡頭還有一些食物 所以表示他還是有進食 可是問題是他怎麼會瘦成這個樣子 他媽媽說我還是要給他吃東西 只是沒有照三餐給他吃而已 沒照三餐 一個小孩最重要的就是要三餐正常 你三餐沒有辦法照給他吃 那他怎麼會活得好呢 你試看 沒有照的三餐是結果瘦成這個樣子 他只有八公斤 是一般正常這個年紀八歲小孩子三分之一重 他媽媽難道都不覺得很奇怪 都已經骨瘦如柴了 所以立剛其實我覺得這個母親 我覺得應該要去調查一下 他的精神狀況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覺得他是最容易救到這個小女孩的人 可是他並沒有去追這件事 那再來我要講一個叫鄰居 剛剛中博已經說過 不是鄰居有聽到房間裡頭傳出哭鬧聲嗎 還有那個指責罵小孩子刷牙的事情嗎 那鄰居有聽到這個聲音 那你就應該要去關切這個事情啊 其實不是沒有 有鄰居曾經去按過他的門鈴 有人按了 有人按 說你不要這樣虐待小孩子了 可是沒有反應就算了 那我老實說這位鄰居已經是這整件事情 做了最多的一個人了 那其他的鄰居呢 其實有鄰居曾經看到 抱一個骨瘦如柴的小孩子這樣回來 曾經看過他這樣 曾經看過 然後那鄰居說 納悶說怎麼這麼久都沒長大 他覺得很奇怪 其實不要納悶了 拜託 其實剛才發覺不對就要趕快 打什麼關懷專線1957 不要說什麼 台北市你打1999 甚至你打110 打19都可以 我再強調一遍 關懷專線1957 專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老實說我們就打一次又會怎麼樣呢 最多只是講錯嘛 最多是我們疑心病嘛 不小心搞錯了 搞錯了怎麼樣呢 但是你只要抓退了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救這個小孩子呢 再來我必須說 其實有幾個公家單位 真的是很奇怪的做法 我覺得這些公家單位 完全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 你要知道 這個陳小妹妹 她101年7月就應該要去報到 101年9月就要入學了 因為她8歲了 她那個時候101年的時候 她那時候應該7歲要入小英年級了 結果她到9月沒有去學校報到 等一下 你說101年要入學 現在已經是到了103年了 那學校這個體系在做什麼呢 結果學校說他們立刻有派人去她家找 但是沒有找到人 沒有找到人 就沒有下文了 就沒有任何事情 就已經說到現在 就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任何事情 那我覺得你學校這些人 她學籍到哪去了 她究竟在多幾年級都沒有去查證 你沒有人要去關心這件事情嗎 你們這些人是僵屍嗎 你們學校的老師就這樣算了嗎 一個小孩子入不入學對你們來講 這麼一點都不重要嗎 再來 我要講中山區公所 所在地的中山區公所也有問題 這個小孩子沒有入學 因為這個小孩子當時簽過戶籍的 你們都沒有去關心這個小孩子 你們沒有派社工去現場去勘察嗎 你們就這樣放任就讓他不管了嗎 我覺得你中山區公所 本身也是一群僵屍在那邊做的事情 不然怎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然後我再說 他已經8歲了 他5歲再來講小孩子就要去接種疫苗 那你衛生單位沒有人去接種疫苗 你都不管了嗎 你不知道巡線去調查嗎 那你們這些單位 包括學校 包括區公所 包括衛生單位 你們找不到這些小孩子的時候 你們不會報警去處理嗎 我覺得整個政府 整個這些機關好像都癱瘓掉了 我們難道真的是一個僵屍的國家嗎 台灣在2014年的今年 我們的社工體系 我們的教育體系 已經整個完全癱瘓了 因為連這個陳小妹妹救都救不了 但是我們再看看我們的歷史上面 2005年的時候 邱小妹妹她受傷 受了重傷 她被人球般的丟來丟去 最後她送醫送到哪去 送到200公里外 台中的醫院 我們在當年 我們已經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 為什麼現在還是同樣出錯 說到2005年1月9號的這個 邱小妹妹的人球事件 也是令人痛徹心扉 當時1月9號晚上10點多 這個邱小妹妹才4歲而已 然後她被她的這個爸爸邱爸爸 抱著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的這個便利商店 在跟他邱爸爸的朋友在喝酒 喝酒喝酒 因為邱小妹妹 她因為已經到了10點 11點多 快12點 小朋友這時候要睡覺 睡意陣容 她爸爸是抱著她 邊抱著她 邊跟朋友一起喝酒 後來抱到手痠了 就把邱小妹妹放下來 要她自己坐著 要她自己走路 那邱小妹妹小朋友4歲而已 睡意陣容被打斷 當然是會哭鬧 那你就安撫她 這個邱爸爸不是 當下怒甩她幾個耳光 什麼 怎麼會有這樣的爸爸 還扯著她的頭髮 抓著她的頭 去撞便利商店的那個硬狠 非常厚度 非常硬的這個玻璃 撞那個強化玻璃 她引起便利商店的這個店員的 那個注意還關住 還跑出來 查看怎麼回事 她才4歲 你看看 所以我就要呼籲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父母親們 孩子 這何其無辜 父母親是孩子的守護神 孩子受到的傷害 其實就是父母親 我們自己受到最大的傷害 而邱小妹妹當時 在發生這個事故之後 凌晨1點20分 她被邱爸爸這樣子 痛下狠心 然後抓她的頭 去撞牆 撞那個硬度 非常厚的這個玻璃 結果呢 後來緊急通知 這個救護車 到了凌晨1點55分 也就是2005年 1月10號的凌晨1點55分 才送到仁愛醫院 附近的仁愛醫院的這個急診室 急診室送進去之後 護士出判 她是看到那個邱小妹的傷害 她有照那個電腦斷層掃描的影像 結果幾乎 那個急診室的醫師也判定說 是因為腦部的這個頓挫傷 導致邱小妹妹的這個急性硬腦膜 她的一個腦膜腔 她的一個外腔出血 非常的嚴重 那這樣子腦壓這時候 會一直在增高 我跟你講 昏迷指數7分而已 然後非常的嚴重 要趕快送到加護病房 要整個急救動手術 然後當時 腦部手術 對 護士就通知那個oncone oncone就是值班待命 不用在醫院去裡面 在外面接到醫院的電話 就要隨時趕過來一個林醫師 結果你知道嗎 林醫師接到的電話 這個被判定為外傷分類 是第一級 要立刻施餘高級外傷的救命手術 那這個時候 一刻都不能脫 趕快要來進行手術 你起碼要趕回來判定一下 看到當事的這個傷患 你要怎麼處置 是啊 結果林醫師接到電話之後 說仁愛醫院設備不足 然後就算他施餘緊急了 這個外科齊救了這個救命手術之後 恐怕沒有這個手術後的監看 一些照顧設備跟那個病房 所以就說 也不用透過仁愛醫院的這個PACS 這個電腦斷層掃描影像系統 都不要看了啦 直接轉院 直接轉院 什麼 要他直接轉院 在電話中直接告訴院方 他有沒有親自來看過 沒有啦 沒來看他就叫人家轉院 這麼沒有醫德的醫師 他哪有看過 結果後來 好 仁愛醫師沒辦法 仁愛醫院的這個院方 就開始再繼續找 找啦 結果你知道嗎 整個大台北地區的醫院 從凌晨一兩點 找到凌晨四點鐘 竟然沒有一個大台北地區的 神經外科醫院有多的加護病房 也就是說沒有一個醫院 可以收留 收治這個邱小妹妹 這麼大的台北市 醫療最健全的台北市 沒有 沒有 太誇張 這還是台北市首戰之區嗎 我們有那麼最頂級的醫院 都在台北市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結果到了凌晨四點零五分 才一個四歲小妹妹都容不下嗎 沒有 真的可憐邱小妹妹 怎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四點零五分之後 仁愛醫院沒辦法 再打電話給這個 林醫師 說真的沒醫院 可以收治邱小妹妹怎麼辦 你要不要回來 在那個急診室的這個 另外開一個加護病房 緊急動一個這個急救手術 這個林醫師呢 他跟另外一個神經外科的 組織的劉醫師聯絡之後 還是說 仁愛醫院真的沒有設備 設備不足還是轉院 還是把他給推出去 踢出去了 就是硬要把他推出去 連看都不看 也不願意到急診室去看 電腦斷層掃門 也不願意看邱小妹妹 什麼都不看 電話裡面就把他推掉了 這個醫師冷血到這種地步 最後呢 可是他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對 我們台灣的小妹妹小女孩 我們台灣的女兒 這樣子對待他 結果四點二十三分 我們台灣的醫院這樣子對待他 你聽 結果後來到了四點二十三分 那個 仁愛醫院的急診室 護士突然想到 他就聯絡北台灣 陶竹苗其他地區 有沒有這個醫院 可以收治邱小妹妹 糟糕 沒有 整個北台灣都沒有 後來想到台中 在這個無期殺戮一帶的 銅仲和醫院 好像也有這樣子 後來四點二十三分 聯絡上了 也確定銅仲和醫院 可以收治邱小妹妹 五點十五分 準備一台這個 家戶型的救護車 緊急把邱小妹妹 這個載到救護車上 火速 送到這個 兩百公里外的台中 銅仲和醫院 過了一百三十分鐘 從這個 四點多 送到了這個 五點多送到 七點二十五分 送到銅仲和醫院 然後總算銅仲和醫院 把它收治下來 但是你知道嗎 黃金時間 都幾乎過了很久了 你想想看 在一點五十五分 一直到早上 七點二十五分 這麼六個小時的時間 後來邱小妹妹在銅仲和醫院 不斷的跟病魔搏鬥 跟死神搏鬥 結果一直搏鬥了十幾天 到了一月二十三號 早上十點鐘 最後因為她的腦幹功能 這個逐漸的喪失 最後還是走了 結果我們台灣 醫療體系下的舒適 把這個邱小妹妹變成一個人球 何其無辜的邱小妹妹 就這樣子 人生亡走了 看看之前的案例 再看看昨天發生的事情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台灣的教育體制 現在已經是崩潰了 但我們的醫療體系是冷眼 可是我們的司法體系 也加入了這樣的行列當中 之前大家還記得 三歲的浩浩吧 浩浩她被淋虐致死了 結果司法體系 判這位淋虐致死的人 多久呢 所以立剛 你講到浩浩 我這邊要先講 其實浩浩生前是一個 非常白白胖胖 非常可愛的一個孩子 怎麼會有人這樣對她下毒手呢 我想這時間是 三歲小孩 對 才三歲 白白胖胖多可愛啊 真的 2011年的9月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因為浩浩她的家庭 爸爸媽媽都是毒品愛 爸爸那時候毒品入獄了 所以媽媽帶著浩浩 去投告她的同居 叫做劉金龍 你知道這個人怎麼樣 她是一個毒販 而且是一個錢克雷雷毒販 好 毒販最怕什麼 最怕警察來找她 對 所以呢 浩浩每次哭鬧的時候 她就要打她 怕警察注意嘛 什麼 她因為小孩哭 她就打 對 怎麼這樣子呢 那時候有媽媽擋著 結果你知道有一次呢 她利用媽媽不注意的時候 把浩帶走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找了三個同夥來 這一次要好好的教訓她 點燃線打 不夠啊 這什麼 尖嘴鉗 鐵錘 這些東西 甚至還有包括那個鐵錦燒紅 用這些東西 繼續的對小孩吃 可是一個三歲的小孩 三個大男人這樣子對待她 對 太殘忍了吧 所以我們 你知道嗎 這樣子把小孩 每一次都把他打到昏了 昏了 不會吵了 好 就這樣子 你知道每一天這樣子 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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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大概二十幾天 結果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有一天呢 他們發現 他們說 這個浩浩這樣子打 每一次打還是會哭 後來他們更狠了 直接把那個毒品 海洛因 就注射在浩浩的身上 什麼 怎麼這麼殘暴 用這種方式 對 才一個三歲小孩 他居然給他注射毒品 對 我跟你講 而且我還知道是 他們甚至於呢 還會對浩浩灌酒 把他灌昏了 用毒品把他迷昏了 就這樣子對浩浩做 可是因為這樣做太殘忍了 結果呢 大概二十一天的折磨他之後 在十一月一號的那一天 他們快發現說 浩浩那一天怎麼 都不吵不鬧了 他們應該沒有呼吸心跳了 他們更狠 他們把浩浩呢 居然把他載到了 新店慈禁醫院做什麼 丟包 丟了就跑 對 結果呢 因為他發現說 要努力救他 但浩浩就這樣慘死 就這樣慘死了 對 那好 那今天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說 那媽媽呢 媽媽在哪裡 媽媽怎麼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媽媽 媽媽怎麼都沒有顧到這小孩了 對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講講心都很難過 媽媽居然是看了電視新聞報道 蛤 什麼啊 這個媽媽居然是看了電視新聞報道 慈禁醫院收到了這個小孩 她才知道說自己兒子出事了 對 好 她知道的時候 那時候趕快的趕到醫院去 她對著保全說 浩是我的孩子 她人呢 她其實在當場 一定可以說是痛哭了 但是呢 因為她是通緝犯 警方把她抓了之後 給她看了一個照片 你知道看那個照片多恐怖 浩的那個指甲全部都拔掉了 要不然被敲碎 全身啊 四肢還有包括這個臉啊 沒有一處是體無完膚 你知道嗎 這麼悲慘 對 結果呢 好 那現在呢 他們就說 那 他說那 這件事該怎麼辦呢 後來呢 警方依照這個線索呢 把這些人都抓住了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更讓人難過的是 我們的司法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司法 結果怎麼解決 一定是判重刑啊 對 我跟你講 這樣子凌虐致死 一定是重刑啊 要不然就是無期徒刑 是啊 好 我跟你講 一審的法官呢 他是說好 判他死刑沒有問題 可是到了二審的 他說什麼 他說呢 這個祖賢呢 他是良心未敏 因為他有送小孩去醫院啊 所以呢 罪不至死啊 蛤 什麼 沒呼吸沒心跳了 送到醫院 叫做證員良心未敏 對 哪有這樣的說法啊 你說這個到底是不是 可以說是恐龍法官啊 這樣子判你什麼 讓人信服 最後怎麼判 他說因為是罪不至死 所以用傷害致死 判他30年的徒刑 就這樣定業了 定業 30年我告訴你 這個意思是什麼 真的會關到30年嗎 當然不是 不是 我跟大家講 30年一直說 他只要關15年 最晚關15年 關了一半的刑期 表現良好 就可以出獄了 什麼 這麼短時間就可以出獄了 一條人命就只這麼一點點的關 的牢獄時間啊 對 殺一個小孩子 居然只要關15年就可以出來 所以你說這樣的司法怎麼讓人信服呢 看看這些案例 台灣真的有進步嗎 台灣真的要好好的檢討 許多的朋友們 你看看我們的畫面上面 有著家暴的專線 如果你發現你家左右鄰居 有一些真的不對勁的狀況 你切記一定要趕快打這家暴專線 因為你這通電話 可能可以救到一個人 但是韓國他救到了多少人呢 韓國的歲月號 200多人沉到了海底去了 這樣的公共安全 韓國有改善嗎 沒有 就在那今天傍晚時刻 火車又發生了狀況了 這麼一對撞之下 170人走傷啊 所以我們講一流的經濟 三流的公安 韓國現在禍不擔心 歲月號的事情發生到現在才兩個禮拜 結果今天下午三點的時候 就在首爾的地鐵 發生了列車對撞的意外 你看這今天晚上最新的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們到現在一直為止 現在正在搶救當中 列車對撞 最怕的就是這個車廂出軌 這次的對撞意外 就導致兩個車廂脫軌 脫軌之後 現場大概有差不多 目前統計出來是170多人 受傷 現場的這個所有的救護車 絡繹不絕 就是要搶救受傷的乘客 這照片上面你看有沒有 大家都全部下列車了 趕快要倉皇逃離這裡 是 因為畢竟這是發生在首爾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人非常的多 首都 沒有錯 事實上這樣的地鐵意外 在韓國也不是第一次了 另外一個我記得是在兩年前 當時南韓的釜山 發生了有地鐵追撞的意外 怎麼發生的呢 話說當時是在上班的時間 早上8點多的時候 所以人非常的多 結果有一輛列車 它突然拋錨 拋錨就卡在那停在那 另外一輛列車 接受到指示必須要去救它 所以這輛列車就趕快開到前面去 要去疏散 所以也疏散原本那輛列車上面的乘客 沒想到就快要到的時候 它發現它在轉彎的時候失控 所以我們常講就是救人反被救 就他要去救人 他要去疏散前面那輛故障的列車 結果他的車列列車也出問題了 他快要到的時候轉彎失控 就撞上了前面那台 故障在軌道上的列車 這一撞就導致馬上車廂出軌 你要知道前面那個車 我剛剛不是講車上有人嗎 就是等著要你來疏散的嘛 沒想到卻被你撞 這一撞車上所有的人全部都往前傾 瞬間往前傾的關係 瞬間往前傾 全部都摔倒 那一次造成了有40多人受傷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就連不是在首都 就是在釜山 他們的地鐵一樣也有發生過這樣的意外 但是最讓南韓人感到驚嚇 可怕的一次地鐵意外 則是發生在11年前 這是在大丘 那個時候是有一輛地鐵的列車 它已經正準備要進站 進到了大丘非常熱鬧的 中央車站 你看這是當時的畫面 對 是早上大概快10點的時候 沒想到就再快要進站的時候 三號車廂裡頭有一個男的 一個老先生 他突然從他袋子裡面拿了一個罐子 就往列車的地板上一撒 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 那是可燃的液體 什麼東西 你看就像這示意畫面一樣 對 類似汽油或者是可燃物 他就往地板上這樣一撲 撲了之後雖然當時也有很多人 上前要去制止他 但是就在這個搏鬥的過程 這個歹徒他還是 他點燃了他手上的打火機 引燃了火勢 那等於列車裡面就起火了 對 那立剛 你要知道 列車是一個秘密的空間 雖然他只是在三號車廂點火 可是這個列車一共有六階車廂 馬上全部陷入一片火海 因為濃煙彌脈 你知道當時 他們去救人的時候發現 這列車裡頭的乘客 很多人都是被燒死的 不然就被嗆死或者窒息而死 可是我告訴你 立剛 更恐怖的是 當時還有另外一輛列車 是對象也要進中央車站 結果進來之後 我跟妳講 這輛列車不是六階車廂 都燒起來了嗎 那個火勢最後還波及到 另外一輛近站的列車 就兩輛列車全部燒在一塊 當時 你光是災情就一定很慘了 農業密布的情況下 火車的列車被火燒住了之後 它是不是電力系統也會斷電 對 那你門打不打得開 打不開 所以我剛剛一連串講了這些 所有致命的因素加總在一塊 就發生了很多令人遺憾的事情 比方說這有 這就像那歲月號的狀況是一樣的 是啊 也是公安的問題了 你知道根據南韓當地媒體的報導 就有一個太太 當時火災發生之後 她就立刻打電話給她的先生 她跟她先生講說救救我 她說列車失火了 這句話是重點 她說門打不開啊 門打不開 所以變成很多的乘客都在車廂裡頭 被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逃生無門的情況下 最後活活的燒死 窒息而死或者是嗆死 所以我 綜合我剛剛所講的這三起的地鐵意外 你說是不是光鮮亮麗的南韓 但是他的公安品質卻是這麼的爛 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要拚經濟第一的南韓 他的這個整個公安狀況 居然是個三流的等級 但我們說到這地鐵的意外 地鐵意外發生通常都是非常的恐怖 尤其在那地鐵的膠管上面 如果你有稍有差池的話 就真的會釀成大災難 在2009年華盛頓就發生了地鐵相撞的事件 而這次地鐵相撞非常的慘重 立剛你看這個圖 你看撞成這個樣子 整個車廂被舉起來了 看到沒有 整列車被擠壓再衝上來 你看這多可怕 你看這列車 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翹起來了 它直接這樣 因為整個直接追撞上去 因為112號列車直接追撞前面的列車 造成這個死傷最可怕的地鐵 追撞意外 總共造成9個人死亡 100多個人輕重傷 這非常非常可怕 發生在2009年6月23號這一天 也就是華盛頓 也是當地33年以來 最嚴重的一場地鐵事故 為什麼會發現這個狀況 其實大家都很納悶 因為再來講地鐵 我們大家都有坐地鐵 都有坐捷運的經驗 應該很正常這些都自動駕駛 讓他自己走就好了 只要交通控管控的好 就沒問題 就算前面有什麼意外 你一台車停下來 後面跟著一起停就好了 就沒有問題 就萬無一失 怎麼會發現這種狀況 大家都很納悶 你知道嗎 當時有一個叫Baker 一個人 他就坐在這112號列車上面 結果他說 當1112號列車把他開開開開 突然停下來 停下來 然後那個列車長就廣播說 因為前方車子先停下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暫停稍後 其實第一 剛剛我說真的 如果是正常人的話 其實已經會覺得這有點奇怪 火車常常會有 因為要匯車幹嘛 會在那邊等待對不對 捷運你有聽說過這種事情嗎 你應該沒有聽說過 沒聽過 因為不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怎麼會 一定是前方有什麼事故 車才會停下來嘛 不然的話 為什麼沒事會突然停車呢 因為捷運正常都是單線這樣行駛 對啊 所以當時再來講 應該有人覺得不對勁 可是因為乘客 每天坐捷運坐地鐵 大家不會覺得怎麼樣 要好繼續不管他 結果你知道 列車員隔了一陣子 就車子1、2號列車重新啟動 就開始開 開開開開沒多久 轟轟一聲 你知道這個Baker說 他當場就昏過去了 等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發覺什麼你知道 就猛烈的撞擊之下他昏了 我跟你講 就是他後來醒來就看到這個情況 這邊前面本來還有一截 就是1、2號列車的列車頭 不見了 已經完全消失了 被撞飛了 然後Baker就坐在這一截上面 他醒來的時候 發覺自己已經被騰在半空中 整個車上已經翹起來了 整列車頭不見了 被撞飛掉了 是非常非常可怕 你知道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Judy 他也坐在1、2號列車上面 你知道 他當時正在發簡訊 跟朋友在傳達一些事情 結果他先聽到 那種 一聲 然後他還沒意會過來 然後就砰 這樣整個這樣響起來 然後 你知道他 這個聲音發出來的同時 他出現什麼樣的狀況你知道嗎 什麼狀況 他本來不是坐在位置上面嗎 對 他整個人是飛到車頂上去 頭去撞到車頂 那個撞擊的力量太大了 對 整個撞下來 整個就撞腦袋糊塗了 然後他跟Baker兩個 同時記憶的就是 第一個 車子完全沒有減速 都是按照一般正常行駛的 都在往前進 然後呢 也完全沒有任何 就是在撞擊的前一秒鐘 都沒有任何煞車的飛 沒有徵照 也沒有煞車的聲音 因為煞車如果高速行駛 你煞車會有G那種聲音 而且你車列車裡面 就會感覺到很強的那種 減速力量 所以才會出現 這麼可怕的一場意外 你知道這狀況到 當時的現場真的是血跡斑斑 你看整個列車 我不是說整個列車頭 都消失掉了嗎 當時這台車被 翹起來 然後就卡了壓住他們 你知道 很多消防隊員 這些救難人員 想要去救他 沒有辦法救 因為車子被壓在那邊 你動不動不能動 到最後他們是要去借那種 破壞減 直接把車的車殼減破 才能夠把人拉出來 你就知道當時那個 慘況非常非常可怕 那事後就有人在懷疑 這到底為什麼 會造成這種現象 有的人就懷疑說 你知道美國人 第一個會懷疑什麼 恐怖攻擊嘛 第一時間一定都認為恐怖攻擊 但是國土安全部說 第一個前後後都沒有任何徵兆 他們也沒收到任何情資 事件發生之後 也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說 他們幹了這件事情 他們排除是恐怖攻擊 所以不是恐怖攻擊 那再來是什麼 是故障嗎 後來去研究結果發覺 原來是什麼 當時的匯車系統 跟那個自動駕駛系統 其實出現故障 這件故障 所以才會造成12號列車 會先暫停 因為前面那台車已經先停下來了 結果呢 這個12號列車的 這個駕駛員 是個菜鳥 他是個新手 他不知道該怎麼去操作 以為故障已經排除 就繼續讓列車啟動 然後他沒有警覺心 還保持著高速往前進 等到他發覺情況不對 那個自動駕駛系統 根本出問題的時候 他自己有後來 把他改成手動系統 可是你改成手動系統的時候 根本就來不及了 整台車就是以他正常形的速度 直接追撞到前面那台車 才釀成這麼大的事故 所以我說真的 有的時候這種列車 真的是千萬要小心 如果有一個菜鳥的話 旁邊一定要有經驗的人輔佐他 不然的話很可能就會出事 地鐵的列車絕對不能有任何的 小小的疏失 因為小小的疏失可能釀成嚴重的災情 在2011年的時候 也有一列地鐵的發生了嚴重的事故 但事故發生的原因究竟為何呢 到現在好像這原因還沒找出來唷 我們休息一下來告訴你